仔细看,这人怎么站着骑车呢? 这就是荷兰人发明的走路自行车 在行走的同时又能体会到骑行的乐趣 它的驱动方式很特别 没有座椅和脚踏板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履带 你只需要在上面行走 就能带动自行车前进 虽然是采用走路的方式驱动 但通过后轮的驱动马达来提供助力 走着走着就能走出电动车的速度 最高时速达到25公里 这样不仅可以边骑边健身 而且非常的省力又环保 这样一个有趣的发明 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第一批投入生产300辆 上市之后就被人们抢购一空 经过网络的传播以后 它的知名度更是暴涨 迪拜土豪放着几千万的豪车 无作都要来骑它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辆自行车不仅能走路 而且速度还挺快 站在上面回头率超高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它的缺点是什么吗 吃软不吃硬的减速带你见过吗 无论你的驾驶技术有多出色 在这个特殊的减速带面前 都不得不妥协 乖乖地减慢车速 它外观上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 但其内部填充了飞牛顿流体 当你以缓慢的速度驶过时 车辆仿佛轻轻悠悠地压过一片柔软的海面 完全摆脱了传统减速带带来的颠簸感 而当车辆急速通过时 减速带瞬间变得异常坚密 无情地迫使你减缓速度 虽然可能会感到不适 但它却有效地保护了车轮和底盘 我们都知道 减速带的存在是为了提醒司机减速 然而 经过传统减速带时 即使减速也会带来很大的颠簸感 相比之下 液体减速带只需我们轻柔对待 便会如水般温顺 平稳使过 这种吃软不吃硬的液体减速带 若在我国普及 相信一定会引来阵阵长生 世界上最牛的发电方式 只需在地板上行走 便可源源不断地产生电能 走路越多 发电量越大 这是英国一家公司研发的发电地板 只要脚踩在上面 就会激活下方的发电机 将行走的动能转换成电能 这一过程产生的电能 被储存在电池组中 供给人们在夜间使用 经过精密计算 每个人的踩踏行为 能够产生大约5瓦的电力 甚至可以通过 步行为足球场内的灯锯充电 在天亮之后 运动中的球员们 不仅可以为灯提供能源 甚至在搭乘地铁时 也能为照明系统提供支持 每块地砖设计足够坚固 可以承受 约2000万次以上的踩踏 且寿命长达20年 不受天气影响 即使在雨雪天气中 也能正常运行 无需担心漏电问题 若将这种发电装置 安装在人流密集的地方 我们的脚下 便成为一个巨大高效的发电厂 那么 你觉得把它按在哪里最合适呢 好 好 好